近日印军在第13轮军长集会谈中也提出不合理不切实际的要求 印度陆军高官吕次强调 已做好两线作战准备 表示将大举增兵 从印度陆军整体发展情况来看 增兵边境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可能很难 我们来看 首先火炮老化严重 火炮是陆军最重要的打击平台之一 而这恰恰是印度陆军的痛点 印军现役火炮超4000门 但只有6%左右是近10年引进的 其余服役均已超过30年 甚至相当一部分服役超过了50年 这些火炮来源杂乱 技术标准不统一 仅口径就有14种之多 后勤维护压力极大 效果不好 我们再来看 官兵保障不足 据印媒报道 在拉达克地区的印军边防部队 所需的后勤物资运送时间 可能长达18天左右 去年12月 印军前线战壕里的士兵 确实出现了大量冻伤的情况 列城陆军医院人满为患 难以全部收支 2019年12月 印度审计长公署发布报告称 驻西亚秦冰川和拉达克等高海拔地区的 印度陆军山地特种部队 目前正在面临严重的后勤保障问题 部分军官贪污苛扣 士兵们伙食标准极敌 患上血盲症和洞窗 只能用普通的军靴替代防寒靴 疼疼 判写没有 判写兵计判写